台藥大學創新入行中心 在外山河 基盤企業輔導聯合成功店 邀請43間入社 56個台藥大學學校 帶頓出一系列三學輔導成功 帶頓三學成功 43間出社56個台藥 五十一組行六六 現在創新三平 透過台藥大學輔導 登出一系列三學輔導成功 今天很榮幸來參加 大學大學2021的創業成長會 我們今天彰化創新創業協會 我們帶領我們的會兄 王舒茂他的公司來這裡做展示 其實他的口罩真的是台灣的隱形冠軍 他整個口罩下到美國、歐洲、全世界各地 我們彰化創新創業協會是一個創業的團體 我們整個會員各行各業都有 我們希望說我們彰化縣的各個層級的 如果想在我們協會裡面 然後大家來做互相交流 或者是一些創業的訊息資訊 包括一些政府的資源 讓我們協會這邊會來做幫忙、做協助 高興來跟那個大學做產學合作 找到非常多的資源 尤其就要加入創新創業協會的時候 那個理事長還有前任理事長都幫我們找到很多的客員 那我們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口罩也交入國家隊 幫忙國家也做很多的防疫的工作 健康天使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廠目前是外銷到歐美各國 有拿到FDA跟CE的二級醫療 目前這個廠就專攻給德國、比利時跟華國 大學大學定位為三學多鄉的綜合大學 因應在地產業的技術和事業 好好搭載出大技術的英文基地 接下三學校的主管 也做出現開發新技術、新產品 將會學生在十學期間 在這幾三學開創三學生業 彰化在地的中小企業 透過學校的老師跟學生 跟廠商的新產品技術的研發 那雙方是可以互補 因為中小企業都有它的產品的特色 在地的特色 但是因為規模不大 研發能量比較不足 那學校剛好有堅強的學術團隊 還有同學們參與 那經由這樣雙方攜手合作 不但可以創造三銀 讓廠商有新技術、新產品的發表 也讓參與的學生 在養成過程當中 充滿體會到做中學、學中做 在沒有畢業以前 都能夠了解 產品開發的這個過程 這次的聯合新歌店 除了油槍入駕到學校擺打 也要展出一系列三學戶的新歌 經過安排有兩項專業客廳 幫助企業開頭所謂市場 到中華新聞林貴英 台川彩虹報道